如果连续7天只吃玉米 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结果超乎你的想象 玉米能在减肥期代替主食 还是不错的优质碳水 要是坚持一日三餐只吃玉米 能不能起到减肥的效果呢 短期内应该是有的 挑战结束后 暴饮暴食就不会富胖 长期食用的话 会因为食物单一出现营养不良 谈效有红如 可普白丁 我是探索菌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连续7天只吃玉米会怎样这件事 当你只吃玉米的第一天 好不容易瘦下来的小蛮腰 变成了水桶腰 逐渐现行的腹肌久久归一 一天只吃玉米的感觉 真是太愉快了 想着好身材在跟自己招手 如果你嫌弃吃玉米太单一 吃到最后索然无味 可以买点不同种类 不同产地的玉米 比如山西新州 云南西双版纳的糯玉米 吉林公主岭 武汉湖北的甜玉米 北京延庆的水果玉米 大东北的黑玉米 当你只吃玉米的第二天 换着口味吃 就能体会到玉米的软软糯糯 甚至还带着独特的清香气味 要是饿了就继续吃 没有规定说 一日三餐只吃一根玉米 此时你就会有感觉了 因为玉米还有很多纤维素 人体肠味道不容易吸收 还会刺激肠味道蠕动 把有害物质统统排出来 起到保护肠胃健康的效果 以至于有些人吃完玉米后 便秘就立马通畅了 不幸的话你可以试一试 香蕉和玉米哪一个更厉害 你敢连续七天只吃玉米吗 当你只吃玉米的第三天 天天啃玉米 牙齿都有点受不了了 而且饥饿感来得非常快 要是上班读书 中午刚啃完一根玉米 下午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不想带着饥饿干活 就得再来一根 要是吃得难以下咽了 就泡一杯玉米须茶 枸杞茶喝喝 更有利于身体减肥哦 上厕所的时候 千万不要盯着自己的便便看哦 当你只吃玉米的第四天 试试生吃水果玉米 味道清甜 汁水充足 但你会有一种人生寡淡无味的感觉 什么好吃的都吃不到 只能吃这个破玉米 你的心态在发生改变的同时 身体也在悄然变化 贴在身上的肥镖开始松了 有一种要离开你身体的错觉 毕竟一天到晚 只吃玉米不会长肌肉 上乘一看 体重可能会很明显的下降 要是搭配一些运动 应该能降得更快 不够这种方法 只适合陷入了平台期的朋友们 当你只吃玉米的第五天 看着全身净里的自己 身材好像更苗条 体型更加的完美了 当然这不是错觉 只是这个时候 你掉秤的速度 也不会太快了 毕竟除了玉米 就是玉米 其他的维生素 脂肪 蛋白质等 补充的不是很到位 但另一个让你惊喜的事情出现了 因为玉米里面的维生素B足 以及烟酸 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细腻了 另外 玉米里的骨光肝碳 还能延持人类的衰老 多吃玉米简直就是一举多得 所以咱们短期内尝试 不要紧盯着体重是否下降 经常吃玉米的人 身体可能会越来越好 是真的吗 当你只吃玉米的第六天 经常坐在电脑前面的你 眼睛是越来越疲惫了 特别是晚上要睡觉了 还得抱着手机 继续刷半个小时 眼睛又色又痛 眼睛近视和散光更严重了 但自从吃了几天玉米后 视觉疲劳的情况 得到了一些改善 因为玉米里的玉米黄质和叶黄素 能够防止视力下降 保护眼睛黄斑的感光区域 有着很强大的抗氧化功能 降低患白内障的风险 当你只吃玉米的第七天 看着碗里的玉米 你是痛恨不已啊 心里恨的是牙痒痒 今天吃完就能结束了 但你也很感谢玉米 让自己坚持了下来 小基数能瘦2-5斤左右 大基数具体能瘦下来多少 还得看个人的体质 以及肥胖程度 由于玉米是低脂低热量的食物 七天挑战结束后 只吃玉米的你 身体会出现营养不良 投影恶心 四肢无力等情况 所以大伙要是想减肥的话 不要执着于只吃玉米 把玉米当主食 搭配其他的食物 保证营养均衡的情况下 适当的运动 这种减肥的方法 才是最有效的 而且不用担心身体出现异常 也能有条不紊地瘦下来 不会出现反弹 经常吃玉米 而不是单一的只吃玉米 所含的氨基酸 和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保护心脑血管 另外光肝钛和白氨酸 还能抑制住肿瘤细胞的生长 但不要误以为能治疗癌症啊 感谢观看